騙案很多 其實最近現在大家 尤其是長者要關注在什麼方式的騙案呢 在整件事來說 其實我們在近幾個月 很明顯地有後疫情過渡期 會見到我們包括騙案 騙案也有說的欺騙或者媒騙 兩種都是的情況 是會令到長者很困擾的 第一就是他們本身的生活平台 跟以前有點不同 現在不是那麼多面對面的時間 會比較依賴科技或資訊 問題就是現在的科技和資訊 在某些情況下 變成一個新的機會 令到長者會通過這個平台 接受到或者面對到不同形式的詐騙 這些詐騙其實有很多類型 比起以前來說 亦都是比較國際化或者多殘免化 這都是我們最近最關注的事情 本節目是由安樂居特約贊助 安樂居擁抱安樂人生